今年是一个特殊的春招季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姐开始用线上视频面试 很多同学就来问我 线上面试和线下有什么区别 其实严格来讲 面试的内容来说区别不大 除了小组群面在线上应用不多之外 结构面试、行为面试这些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面试方法 基本上都会用到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那些在线下面试表现比较好的同学 它在线上面试的表现可能会比较差 这个原因跟美国加州大学一位传播学者 指出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其实你的肢体语言占了55%的影响力 身体和音调占了38% 你说的话只有7% 不难想象 帆寸之大的视频空间 限制了你的肢体语言 线上的音频质量也影响了你的音调音色 很多同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结果一到线上面试 发现找不到线上那种感觉 一紧张就影响了发挥 怎么样才能做好线上面试呢 我们给大家7个提示 第一提前调试好你的设备 并做好备选方案 千万不要卡着脸才打开设备 摄像头的位置最好是高于眼神或者等高 用一个三脚架固定好也非常的重要 第二做姿 云上面是要做的正 控制身体语言的幅度 这样你的画面首先就会稳 第三服装 穿和里面是一样的衣服 这会产生一种积极的心理影响 千万不要上身正装下身碎裤 万一你一起身就穿斑了 第四干扰 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如果有手机最好拿走 因为即便震动也会产生影响 门铃最好也关掉 家里有会自己开门的毛孩子 也千万要看好 第五是眼神 注意要尽可能的看镜头 而不是看屏幕上的面试官 第六观线 靠穿的位置的观线是最好的 如果要开灯的话 可以借鉴一下摄影棚的布关法 头顶一个台灯 两个小灯在左右做辅助照明 第七 语言要做到简洁有互动 但是面试官问问题的时候 最好把问题简要的附属一遍 既可以确认听清楚问题 也可以有争取几秒钟的思考时间 以上就是原面试的技巧 你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也可以分享在留言区哦